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有事找你 哦 是什么事 你 你 只要你 为什么 娘亲 不用甘心 可能你听错了 你们想干什么 这里可是玉树宫 谁给你们的胆子敢随意乱闯进来 一个奴婢也敢当本王子的路 真是找死 外头就是 云儿 云儿 振作点 你没事吧 娘 娘 殿下 这里可是玉树宫 就算是你也不能乱闯吧 而且还打伤我的人 你到底什么意思 哈哈 什么意思 王后有令 今日起 你们改住子夷偏殿 今后玉树宫便是给本王子的生母 萧妃娘娘 子夷偏殿 这么急着就要赶我们走了吗 好吧 明日我便和尘儿搬去偏殿 慢着 我娘亲说了 今晚就想住进来 殿下 你九弟他体弱多病 万一 灵妃娘娘 这样啊 既然九弟体弱多病 那还活在世上干什么 他可是你九弟啊 不用求他们 娘 我们现在就搬走 成儿 你怎么下床了 外面这么冷 还不快回去 娘亲 我们不需要求任何人 娘相信我 总有一天 我们一定会重新回到这里 前世的我 不曾体会此重心酸 现在谁都不能看出我 林妃已彻底失失 在这里 恐难再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看来如今的办法 只有参加祭祀大典了 娘亲 明天就是祭祀大典的日子吧 我一定会在大典上开启神武印记 成为一名武者 证明自己 娘亲相信你 对了尘儿 娘亲有件事要跟你说 今后 可千万不要再直呼持摇二字了 毕竟 那可是整个空人界的主宰 是统一九国 持摇女皇的名字 直呼女皇明慧是大不敬 知道了 娘亲 谁有女帝 当日之仇 我势必亲自讨备公道 祭祀大典 是云武俊国的举国庆典 无数人都在等待着 在这时候 开启神武印记 逆天改命 神武印记 就是神灵赐给人类的修炼武道的资格 没有开启印记的人 就无法成为天地之间的强者 而八王子在十岁的时候 便开启了神武印记 九弟 你都十六岁了 才参加祭祀大典 也不怕丢人献炎 都说龙身九死 各有不同 我们八人都开启了神武印记 只有你还没开启 你说你还活着干什么 不如死了算了 算了六哥 不要跟一个废物计较 也是 真是把咱们王族的脸都丢尽了 冷静 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口说之中 这位金石 是前世父王送我的成人礼 没想到随我一起来到了八百年后 我的穿越 和他有关系吗 祭祀大典 开始 印记 印记叫什么 薛都统幼子 赐四品赤燕神武印记 我去太厉害了 才六岁 这将来前途无量啊 我儿子 我儿子 我儿子也开启神武印记了 闺女啊 你也有印记了 爹爹就盼着这一天哪 我儿子 我也绝起了 仪式就要结束了 难道我彻底没有开启的希望了吗 嗯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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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 开启了 印记 这不是九王子吗 他都十六岁了 居然还能开启神武印记 这 怎么可能 我没有看错吧 提禀王后娘娘 九王子开启了神武印记 去把人给我带过来 遵命 尘儿 你终于做到了 恭喜二位 王后让老奴来请九王子过去 她要亲自检验印记的品级 王后 娘亲如此紧张 看来这个王后不是善人 娘亲我们去见王后 大王在闭关修炼 这一次祭祀大典 由本后主持 何时检测出九王子殿下的印记品级了吗 嗯 神武印记全册 记载了昆仑界所有出现过的印记 可是却没有一个印记 与九王子殿下的相似 检测不出吗 估计是没有品级的印记吧 那就给九王子一份洗碎液吧 当年七王子获增十二份洗碎液 现如今轮到尘儿 为何只能得到一份 七王子在三岁的时候便开启七品印记 九王子岂能和七王子相比 七哥可是王后娘娘的嫡子 继承了王后娘娘的强大血脉 七哥的一根手指头 也比九弟的性命重要百倍 可是八王子当时也得到了四份洗碎液 天赋越高得到的资源越多 九王子的天赋最低 资源自然越强 可是 本后已经做出决定 可怜你明明我再敢多说你一句 我让人将你再次拖出去仗责 再一次 难道娘亲曾经被王后称责过 娘亲之前一定吃了不少饿 我要成为一名强者来保护你 九王子 快来领赏吧 哎呀我的九弟 你可要努力修炼啊 三个月后的考核 希望你能给大家一个惊喜 阳心我们走 瞪着瞧吧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修炼第一步开辟气质 这具身体竟然只有鸡蛋大小的气质 罢了 修为提升气质就会扩大 还是先洗嘴充脉吧 只差一点啊 我有三个月 我一定会 可为你 真心的无者 成了 成功了 我现在 应该有黄积禁初期的修为了 五道修炼 分为平积禁 顺积禁 玄积禁 黄积禁 而每个大积禁 又分为初期 中期 后期 小积位 中积位 大积位 大圆满 黄积禁每提升一个醒禁禁 力量就会增强一大截 黄积禁后期 一拳 堪比一头蛮牛 若出过黄积禁后期 达到黄积禁小积位 就能拥有 福之力 我必须在三个月内达到黄积禁后期 就算不为自己 也要为娘亲都会属于她的尊严 成儿修炼如此刻苦 还是不要打扰她了 我只需尽力为她提供更好的修炼条件便是 修炼九个周天 体力真积量增加一倍 我修炼的可是九天明帝金 虚数真积速度本就该很快 现在这个速度还是太慢了 若是能有块灵精 等等 灵精 这会不会是一块灵精 这是什么文字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文字 但是我却能明白它的意思 灵精 由灵气汇集而成的稀有灵石 能提升修炼速度 自然界中 只有极个别的灵精 能够帮助拥有同样属性 神物应急的武者 达到更快速的修炼 这竟然是 时空灵精 但 就连上一世的我 也从未听说过时空属性的灵精 糟糕 还好我现在体质增强了不少 换一千 摔阵一下就完蛋了 话说回来这是哪 我怎么进来的 咦 这是 没办法 这话怎么拿不下来 也打不开啊 还是看看这本书吧 原来这是时空今时上一代主人 学迷圣僧的笔录 我开启的神无印记 是和他一样的时空神无印记 根据书中所说 这位圣僧早在十多万年前就已经死去 而这时空神无印记 从古至今算上我 也只有三个人开启了 我现在处于时空今时的内空间中 时间流速与外界完全不同 内空间中三天 才相当于外界一天 这岂不是相当于 比别人凭空多出来三倍的修炼时间 又打不开了 原来是需要提升听起才能打开 这话询中 肯定记录了某种神秘的功法 不要努力修炼 早日突破小极位 一旦究竟 啊 好饿 先回去再说 成为舞者之后 普通饭菜好像不够充饥了 尘儿 娘亲听说 舞者都服用血丹来冲击剑蹄 这十枚血丹 你先收下 若是不够 娘亲再想别的办法 娘亲 五枚银币凡能买到一枚银币 这一共就是五十枚银币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娘娘这是将最喜爱的 不摇金钗卖钱换来的 云儿 尘儿 娘亲无论如何 都会支持你修炼下去 现在还不能告诉娘亲 我已经成为舞者了 如此惊人的修炼速度 若是走漏了消息 反而会害了我们的母子 娘娘 据说舞者不仅要服用血丹 而且还要修炼功法 才能开辟出经脉 我知道 可是 哪怕是最低品级血丹 现在的我也根本买不起 眼下 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娘娘可是要去求林家人 可是娘娘不是和林家 彻底闹翻了吗 为了成 就算要我跪在地上认错 我也一样可以 可当初 明明不是您的错 三日后 龙相般若第一掌 南相持地 颇有成效 这些天没有白费 这功法 正适合我现在修炼 强劫身体 现在可以开辟第二条筋脉了 可我 要去哪里弄更多的洗碎银 九王子 娘娘正找你呢 我出来做透气 对了云儿姐姐 你手臂上的伤好些了吗 我们这种下人用不起伤药 恐怕要慢慢动她痊愈 多谢九王子关心 不过还是快跟我去见娘娘吧 今天我们要出宫 出宫 去哪里 去见宁山啊 很久没见到她了 你肯定很高兴吧 宁山 看云儿姐的意思 还和我关系很好 林府 林府 娘亲也姓林 可是娘亲为何得不到家族的支持 还收到别的王妃欺凌 这其中必有隐情 承儿 你肯定早想见宁山了吧 这个宁山究竟是谁 总觉得娘亲和云儿姐姐 她的态度都怪坏的 王妃随我进内湖 九王子 请自便吧 九王子 你快去见宁山吧 她现在应该在演武场训练呢 好 一起去吧 林家在云武俊国 也算得上是大家族吧 神器外放 见随心走 她的修为至少也是皇家尽忠继位 比八王子强大态度了 那不是九王子吗 听说她也开起了应戒 十六岁才开起了 还敢来找宁山妹妹 钱不支持 据说她一直都暗念宁山妹妹呢 可是听说宁山和七王子殿下就要订婚了 宁山妹妹和七王子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啊 她九王子是什么臭鱼烂虾呀 哈哈哈哈 林妃娘娘 你们不是应该去郡王府吗 却为何要来林家索要功法 不 是我请求大哥 看在尘儿是你亲外甥的情分上 能够给他一阵修炼的功法 可笑 现在来跟我讲情分 三年前我去郡王府求你 怎么不说情分 别说了 你走吧 人家和你走 就已经恩断一绝 顾客 你当真绝情 我要见爹 爹去了天魔岭 你见不到他 还有 宁山和七王子就要订婚了 今后 叫九王子离宁山远一点 爹 你明知道尘儿一直喜欢宁山 暂时 怎么会是七王子 九王子根本无法与齐王子相比 宁山此次联姻 对我们林家一处无穷 为了家族利益的结合 真的会幸福吗 哼 错了 这本就是宁山自己的决定 哇 真不愧是天之娇女啊 表哥 好久不见啊 听说 你也开启了神武印记 原来 她是我的表妹 是 不过是没有品级的印记 自然是不能和表妹相提并论 十六岁才开启印记 也算是上天对你的恩赐 小时候 我和她也还算亲近 只可惜与你有别 还是让她趁早死心为妙 我今后一定会努力修炼 争取追上表妹的修为 这家伙 可人是想继续追求我 表哥 以你的资质 恐怕一生也修炼不到 表哥 你现在就应该老实修炼 不要追求一些不该追求的 做人不能好高骛远 不然 会反受其害 真是好慢 我怎么会喜欢成这种人 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希望你不要太伤心 三个月之后 我和七王子殿下 就要订婚了 这下该死心了吧 哇 你又好戏看了 那真是恭喜 今后我们也算得上是亲上加亲了 什么意思 站住 你难道不想知道原因吗 若是没别的事 我就去找娘亲了 娘亲 您怎么哭了 没事 我们回去吧 这功法赠你 你身上毕竟也有我们凌家的血脉 这两份洗碎液 也一并拿去 晨儿 还不快谢谢舅舅 难怪娘亲哭了 竟是为了我忍辱 不用他们凌家人施舍 娘亲我们走 哼 还真是给脸不要脸 啊 父亲 表哥好像 与以前不同了 无此量力 以为开启了印记 翅膀就硬呢 你专心修炼 不必理他 是 父亲说的对 我们注定 是两个世界的人 唉 虽然拒绝了林家人的施舍 现在是必须要用到洗碎液 可我上哪去弄呢 对了 我把上一次看过的功法五技都默契出来 拿去卖钱好了 功法和五技都分为五个等级 神 灵 鬼 王 神 品级越高的五技 修炼起来越难 神功保脸级别的东西 当然不能卖 不过我倒是还记得些低品级的功法和五技 就算是我记忆中的低品功法 随便一本在这里也能造成不小的轰动 五技密集不是随便就能踏印复制 你现在的我画出此般已经是极限 灵级下品五技 已经是我记忆中品级最低的了 不过在这里应该算得上顶尖五技 就算是林家这种大家族 最多也就只有一两套作为阵族绝学 这本天心剑法定能卖出个好价 九王子殿下 这么晚了还要出宫 本王子要去林府找宁山表妹 还不立即打开宫门 这用去什么 若他不是郡王之子 早就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林宁山就要和七王子订婚了 他还不死心啊 还是先抓紧把树卖掉 武士是云武郡城最繁盛之处 分为五个区域 丹士 细士 兽士 奴士 忠心拍卖场 武士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运兴衰 所以戒备僧严 只有武者 或者身份高贵的 才有资格进入武士 只有把天心剑法拿到中心拍卖场 卖给大家族 才能将价值最大化 先生 您需要什么帮助 我要见你们拍卖场的大执事 好 您先稍等片刻 一开口就要见大执事 看来来头不小 大执事 就是那位贵客 王公的麒麟相襟虚 此人来头不简单啊 大人 这边请 故意露出鞋子 就是为了震慑这些人 毕竟天心剑法还算珍贵 可不能被人觊觎 我今天来 是要拍卖一样宝贝 就是这一圈灵极下品的剑法 的确是 灵极下品的剑法 那其拍价就定为二十万银币 不过拍卖成功后 买主会对密集进行检阅 如果有差池 拍卖结果便不作数 好 一切都按拍卖场的规矩版 几个小时后 报告大人 您的天心剑法由林家家主拍下了 居然是林家最终夺得了天心剑法 啊 林家主 这位大人 就是天心剑法的主人 果真是皇族的香金虚 难道是王宫里的大人物 在下林家家主林凤仙 不知大人如何称呼 你们无需知我名讳 这是密集 林家主拿过去检阅一番吧 的确是林几下品的剑法 而且是一位强大的前辈亲手画的图示 买到这种剑法 林家的底蕴又能增加一大截 林某已检阅过 多谢大人割爱 我们就先告辞了 爹 刚刚那个人的身影感觉很熟悉 确实 应当在王宫见过 此人很不简单 真实身份恐怕有些吓人 为何会这么说 书面上墨迹未干透 说明是今日才画出的 短时间内画出 肯定是一位天极境的强者 天极境 就算是爷爷 似乎也还没突破到天极境 爹 我不明白 既然是王宫的大人物 应该不缺钱吧 王族八灵纪其中并没有天心剑法 此时我们最好不要去追查 此人惹不起 善儿 你是修炼天心剑法的最佳人选 回去后 你就闭关修炼 正确在考核时大放异彩 是 爹爹 这下可以买点丹药了 掌柜 给我来二十份洗髓液 两百枚写单 再来点练体伞和聚集单 对了 再给我来一份筋骨断絮膏吧 云儿姐 九王子殿下 这么晚了你还没歇息 云儿姐姐 这是我给你买的药 肯定能够让你的手臂快些好起来 筋骨断絮膏 九王子殿下 你 你哪里来的钱买的 云儿姐姐 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希望你为我保守秘密 不要告诉娘亲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九王子殿下 我也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不过 九王子殿下 我也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你还记得林家第一天才 林承玉吗 年仅十七岁 便修炼到黄极境大圆满 就在三年前 他得罪了另一位天才 被打断了双腿 关进了天狼 怎么会这样 谁敢将她关进天狼 难道对方的来头更了不起 没错 林承玉就是得罪了最耀眼的天骄 欣王子殿下 原来如此 林承玉被关进天狼后 家主立刻进宫 求凌妃娘娘向郡王求情 可怎想 娘娘求见郡王路上 对王后发生了争执 王后立即命人 仗责了娘娘 这件事 云武郡王居然不管不问 西王子深受郡王喜爱 郡王怎会不管 郡王查明了真相 都是林承玉的错 西王子殿下差一点被他害死 依此郡王大怒 原本十分疼爱娘娘的郡王 在死之后也对娘娘冷淡至极 林家只会朝着娘娘发心 也因为此事 再也不认娘娘为林家人 那林承玉被处死了吗 没有 林承玉被七王子殿下出以攻行 变成了太监 被七王子殿下身为奴仆 第一天才能为了沦落至此 对林家来说 简直是巨大的耻辱 原儿不解 为何这样了还要将逆山嫁给七王子 想必连英就是修复关系最好的办法 以七王子的资质 寄冲王位的人 必定是他 而林家想要在郡国立足 当下的解法只有联姻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没有强大的力量 就根本无法立足 根本得不到公平的待遇 哈哈 不过这都是我瞎猜的 苑儿姐姐 时候不早了 该歇息了 九王子殿下自从开启了印记 简直判若良人 若娘娘知道了 一定很欣慰 没时间浪费了 今晚一定要开辟出第三条静脉 冲击黄极境中期 想要突破黄极境后期 要在此基础上 再开辟出第三条静脉才行 第三条静脉开辟成功 将真气池修满 才能冲击黄极境后期 需要服用锯气丹了 我安心现在不缺盈币 想要能快速提升 养肥再多也值得 不够 我还需要抛药玉 还快速增强体质 否则无法更好地运用炼化的真气 这炼天散药力好生猛烈 肌肤炫荣 都像被重塑一般剧脱 但是 吃得苦中苦 讽为人上人 这种事让我拥有了三倍的修炼时间 这就是我独有的优势 现实中十日 今时这么严重 我便已达到黄极境中期 堪称奇迹 咬夜果然有效 脆体的效果也很显著 今晚 可以准备冲击黄极境后期了 九儿子殿下 你交给我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按你的吩咐 娘娘去典当的首饰 全都赎回来了 殿下 你是舞者这件事 真不用告诉娘娘吗 她若知道 肯定 回想等岁末考核的时候 给她一个惊喜 哦 对了 今晚我要修炼 切记不要让人来打扰我 好 今晚我守在门外 九儿子放心修炼吧 开辟第四五条经脉 都很顺利 可是第六条经脉 就差一小结 我希望 我试试看怎么行 我几经后期 我破了 九王子殿下 你成功了吗 静如卧相 动如狂龙 嗓翻若长 第二招 此龙再见 九王子殿下 真的成功了 天下 或许比七王子殿下 更有武当天赋 某日丹世 清玄阁是这里名列前三的大铺子 说不定能逃到好东西 这位公主 你是要购买巨器丹 谁人能悄无声息走到我身边 谁人不简单 老朽 莫汉黎 乃是这家单铺的掌柜 原来是莫掌柜 在下信章 我想购买巨器丹五十枚 便提丹三十分 不知 是否有足够的存量 这些寻常的武者 根本买不起 更何况是一次性 购入如此多的数量 我们清玄阁 正好有一批 绝对能够满足张少爷的需求 张少爷要的东西 一共是八万银币 不过 少爷一次性采购大量 自然是有优惠 就算七万二千银币吧 掌柜真是爽快 日后必定再来 张少爷 不知道还要不要购买其他东西 我想要购买的东西 掌柜不一定有卖 难道 少爷是想要买一件衬手的兵器 掌柜好眼力 我们在气势也有分店 盘子 带张少爷去找老板娘 不去 不去 老板娘能勾走男人的魂 见到他就死定了 你若是不去 这个月就不发给你聚气单了 我去 我去 张少爷 这边请 多谢掌柜了 欢迎张少爷下次光临 你说老板娘能勾走男人的魂 难道长得十分漂亮 没错 老板娘国色天香 性感妖娆 看一眼都让人脸红心跳 还有 他已经嫁过了七位老板 他们全死在了洞房花竹夜 老板娘把他们的产业全切收了 我家掌柜也只是打工的而已 你可千万要小心 张少爷 这边就是气势了 已经派人去内院通传了 二位稍等 莫汉林介绍来的买家 是哪位宗门的长老 还是家族的家主 唉 今天有些倦了 却不见了 都不是 看起来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哦 听起来挺有趣 叫那小子去内厅吧 这位就是我清玄阁的贵客 张少爷吧 凭打算购买什么样的兵器 奴家也好 心里有个数嘛 果然是个妖艳动人的女子 幸好我听神力强大 剑 最好是真无宝剑级别的剑 既然张少爷是贵客 奴家便亲自带少爷去兵器库挑选 哼 果然厉害 看见我居然毫不懂谣 真有趣 啊 上公子怕是凶多吉少了 这边就是兵器库 张少爷请 真无宝器 一共分为九阶 只有五者才能将其发挥真正威力 这里的剑 您可以随意挑选 如有中意 请管开口 多谢老板娘 这是 陈渊 少爷好眼力 这是一把千年古剑 至今没有剑绑师能鉴定出 它是用什么弹子而成 这是八百年前 摇池送我的配剑 神王 献业王 可惜 它破损严重 张少爷若是要买 奴家便以一截的低价卖给你 多少钱 一千枚银币 既然我重户一室 剑也该重生了 陈渊 我会让你重现光芒 难道一柄断剑 比我更好看 张少爷 你就只买这一柄断剑吗 就不想 再要点别的吗 老板娘 这柄剑是几阶真我保险 这把闪魂剑 是四阶真五 剑身中有十四道明文 是稀有的冰电光三属性 价格嘛 三万枚银币 好 不买了 逃得出姐姐的掌心吗 今后 有的玩了 八王子 请慢用 这是武士最大的武器铺子 师妹看上什么 尽管告诉我 多谢殿下 其实相邻这次来王城 是想见一见七王子等天才俊杰们 七哥会管理岁末考核 本王子一定帮师妹弄到一个入场名额 九弟 你怎么在这里 还买了武器 你有钱吗 这废物不会是给老板娘当小白脸了吧 再敢做丢人的事 我替父王打断你的腿 这里可不是王公 八王子殿下要出手的话 奴家可是要管呢 王族的脸都被他丢尽了 莫名其妙 一个两个看我的眼神多好奇怪 赶紧走为上级 九王子殿下 今后常来 奴家肯定好好招待你 想要别的修炼资源 也尽管来找奴家哦 八百年过去 沧海桑田 无事人非 曾经锋利无比的陈远古剑也断 想要将剑体中的鸣人重续 恢复剑的威力 至少也要武品炼气势才能做到 云武俊国有武品炼气势 就算他变成一块肺铁 我也要把他带在身边 时刻提醒自己 只有变强大 才能去找吃妖复仇 不知道这把金买的剑效果多 起活了第一道利息名文 小魂精竟然重了快一百斤 钱太重了 根本无法随心控制剑招 如果能修炼到 激发四道利息名文熟练使用 威力可想而知 我现在体内的真气储量 无法激活第二道名文 还是试试另外属性的名文吧 这三万枚银壁花的不远 为得抓紧修炼 早日将十四道名文全部激活 好好运用四阶真无宝器的真正力量 终于突破黄金进小机位了 好 稷儿 以你现在的修为 虽然还无法与其他王子相比 但到时你父王看到你的进步 定会有所赏赐 反正已经有人垫底 有他的存在 只会将我衬托得更加优秀 你说九王子 他才开起生物印记没多久 估计连洗水充卖都没完成 应该不会参加碎末考核 参不参加可由不得他 天心之路 到底是天之娇女啊 我们林家真心有望了 珊儿 你的剑道天赋真让为父惊讶 不到三个月就将一招灵极下米剑法修炼成功 凭借这招你定能成为碎末考核上最耀眼的人 这也是因为我早就修炼到剑随心走的境界 所以才能在短时间之内将这招剑法修炼成功 整个王城里二十岁之前 能够修炼到剑随心走的境界的少年天才 不超过十个 你才十五岁 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好好修炼吧 是 已经在金石空间里修炼半年 气质已蓄满 肉身也达到了当前极限 可以开始冲击黄极精小极尾了 我现在的体质虽无法与前世相比 但经过这么久的修炼 在小极尾开辟出十一条筋脉 并不是难事 黄极精小极尾 突破了 哼 出去试试我现在的力量达到什么程度了吧 不知道会有几牛之力 满胜池帝 不错 这一掌的爆发力 差不多相当于八牛之力了 我在试试剑法 我现在的真气 差不多可以一次性催动两道鸣文了 烈系鸣文 冰系鸣文 金星指路 金星破眉 我距离剑星通明境界 应该也差不太多 这招若是对人使用 破的可就是眉心的眉了 只有修炼到剑随心走境界 才能完成这招 再来试试防御剑法 金星剑竹 这一招足以抵御黄极精大极位武者的全力引起 直到岁末考核前 我都在这里修炼这几招为妙 云二姐姐 今天就是岁末考核的时间 是的 九王子殿下 你可要小心 据说八王子已经突破黄极精小极位 他一定会针对你的 云二姐姐 告诉你个秘密 其实我也突破了黄极精小极位 不过只开辟出了十一条金脉 还要继续努力才是 像七王子那样 开辟出十条金脉 自以名正天下 云二会帮你保守秘密 殿下也要多加小心 九殿下 你要知道 在小极位开辟出八条金脉 就是顶尖天才 嗯 不会多加小心 王子殿下 云二帮你换上黄莽袍 现在就可以去王山的王族武场 今天娘亲也会去看岁末考核吗 娘娘肯定会去 但是她不知道你也要参加考核 她若是看到你成为武者 一定很高兴 九王子殿下 你 你真的比任何王子 都要更想一位王子 云二姐姐 我们去王族武场吧 齐尔呢 还没有回来吗 大王 半月前七王子就送回书信 他因为一件钥匙无法赶回 再说 以他的修为 参加岁末考核 已经没有意义了 齐尔不能参加岁末考核 今年 未免少了很多期待 大王 七王子不能参加岁末考核 但是 九王子今年就可以参加 三个月前 九王子 九王子便开启了神武印记 凌飞 这样的好消息 你为何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本王 九王子才刚刚开启神武印记而已 不敢惊动大王 只要九儿能够开启神武印记 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九儿在哪里还不叫他出来见本王 大家都到齐了 九弟却迟迟不来 看来开启了神武印记 就是不一样 好大的派头 巴格 你这样在背后说人坏话 真的好吗 拜见大王 我没听错吧 他居然说拜见大王 你没听错 九王子殿下这是还没睡醒 算糊涂了吗 你现在是在四朝倒霉 这下有好戏看了 你叫我大王 九王子 你好大的胆子 你才是想不认你的父王了 大王 尘儿肯定是一时疏忽 才会叫错 我没叫错 为人父者 必能教其子 请问大王 我从小体弱多病 作为父亲 你教过我什么 关心过我 为人父者 必有恩义 情义 道义 请问大王 我娘亲在被王后仗责的时候 你对她可有情义 三年来 娘亲备受欺凌 你对她恩义何在 我和娘亲在寒冬深夜被赶出居住的地方 被迫搬去偏殿 尤如被打入冷宫 请问道义何在 既然不能为人父 又不能为人夫 敢问一句 我叫一声大王 难道有个错吗 谁下的命令 是谁将他们赶去偏殿 虽然是王后下的命令 我 怎么敢供她出来的 是 是 臣 臣妾 你一个人 只有臣妾一个人 既然你想要一个人把责任担下来 那么今后 你便一个人去此一片殿居住吧 娘亲 娘亲 快来人 把我娘亲送下去休息 看来 你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武者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抽你这一份难得的血性 今天本王便破例原谅你一次 你要不要参加碎末考核 当然 好 不愧是本王的子嗣 有种 碎末考核现在开始 老板娘 往年王族也给秦玄阁送邀请函 可是你从来没来过 今年怎么想来观礼了 遇到了感兴趣的人 自然也就想要对他多了解一些 九王子从前提过多病 林妃失事 母子二人处境艰难 怎么会有突然那么大一笔钱 来秦玄阁购买销炼资源 他究竟隐藏着什么内容 老板娘 五考第一轮要开始了 最小的石盘一百斤重 最大的石盘则有千斤 哇 小郡主好可爱啊 小小年纪不知道实力如何 不愧是小郡主啊 小小年纪竟有这般实力 小郡主四岁开启神武印记 现在就能举起百斤石盘 不愧是小郡主 真是了不起 我记得是按照年龄上场 有个天才少女 林宁山快要上场了吧 下一位 林家家主之女 林宁山 十五岁 喜 太厉害了 林家又诞生了一位了不起的天才 女子的肉身无法与男子相比 她却能但受狙击千斤石盘 这行为何等强大啊 这是谁家的天才少女 这样的天赋就算和九郡主比起来 恐怕也相差不多了 大王 她是林家家主的女儿 林宁山 臣妾也觉得她十分优秀 有意想要让她和七王子订婚 本王对她有点令下 不过记得她小时候和九儿关系不错 本想给她们一娃娃亲 可惜三年前 这七世也就不聊两知了 大王糊涂啊 林宁山现在的天赋 怎么看得上九王子 将来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不如嫁给七儿做侧妃 巩固林家和王族的关系 九弟 你可要小心了 别被巨石压断了腰 与其出来丢人 她就不该产家碎墨口 短短几个月 怕怕是洗髓充脉都没完成 天最小的石盘也举不动吧 表哥 你不该来的 以你的资质 不可能举起百金石盘 自己出丑 也让林妃娘娘和王族脸上无关 何必呢 宁山表妹 你的确很优秀 天资不错 可也不该将别人贬得一文不值 你自己珍重吧 看在儿时玩伴的份上 我才劝你 你为何这么固执 偏要自取其辱呢 不会吧 不会吧 十六岁了 还要用第一块石盘寸室 九王子到底还是那个窝囊费吗 这才是熟悉的配方 程若晨 你的本事 应该不止这点 我想取最大的石盘 也太不自量力了 这九王子看着挺窝囊的 没想到干出的事更逆天 他一定是脑子出了问题 太逗了 这个九王子怕是要自取其辱 就算修炼三十年 你也不可能将千金石盘举起来 愚蠢 他疯了吧 石盘会砸死他的 这带玩意儿 自己找死别砸到我们呀 是 哇 九王子真是不明则已 一命惊人的 哇 到底是王子 果然不同凡响 这两个不要理 刚刚骂的最欢的就是你俩 这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这么强 他刚刚是故意隐藏实力 羞辱我吗 有气 他将真气化为波浪 震飞石盘 又借着波浪抵消坠落的冲击力 他对真气的精药掌控里 甚至剩余很多玄机进武者 尘儿 我的尘儿 你成功了 我的这一天已经太久了 九王子又如此成就 希望千万不能得罪灵妃了 好 九儿大器完成 接下来的考核 本王很期待你的表现 第二轮考核 王山狩猎 王山狩猎 狩猎凶险 精雷剑有于射杀一阶蛮兽 射杀的蛮兽数量越多 力量越强 成绩越优秀 只有射杀到蛮兽 才能参加第三场考核 王山中充满了危险 甚至可能送命 若是遇到二些蛮兽 你们便立即逃命 王山狩猎 现在开始 狩猎 杀戀 王山狩猎 是有数的 岳山狩猎 我冲上抜个大器 王山狩猎 一阶下的蚊兽 不值得浪费一只剑 谁 九弟啊九弟 第一次参加王山兽猎 怎么连蚊兽都不敢杀 男人不只要有力量 还得要有胆量才行啊 王山中蚊兽数量有限 不是五只剑就能猎到五只蚊兽的 九弟可不要空手而归啊 没错 我也得加快速度了 刚刚听到了牛叫声 应该就是这里 那是 九姐 九弟 你来迟一步 这三头蛮牛归我了 我这个姐姐 有点厉害 姐姐的三分归员剑法 可是人机下品的武技 已经完全融会贯通 九弟 你觉得怎么样 小心小心 糟了 会被踩死的 会被踩死的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若是没及时赶到 我就惨了 九弟 你的剑法真厉害 铁皮蛮牛的防御力 堪比黄金 进入大击卫武者 无论是蛮兽 还是人类 都有弱点 攻其弱点 就算力量烧迅 也能杀死他 精雷剑上都有记号 是为会来收取猎物 我们走吧 你干什么 我的灵马受了重伤 自然只能与你共骑了 九弟 你不会让姐姐徒步去狩猎吧 九弟 快点上来 若是我们再不出发 蛮兽就被那些家伙 猎杀完了 走吧 近十年的考核里 只有七王子猎杀过一头 一阶上等蛮兽 我们猎杀了铁皮蛮牛 也算不错了 一阶上等的蛮兽 综合实力 堪比黄金 大圆满武者 若是真遇到 我们逃跑还来不及呢 别动 这是 一阶上等蛮兽 青火鹿 九弟 我们怎么办 我还剩三只精力剑 加上你剩的一只 以你的剑法 应该能给青火鹿 造成一定威胁吧 你 该不会像 你难道不想猎杀 一头一阶上等蛮兽吗 青火鹿的优势在于速度 提前预判它的攻击方位 应该可以躲避 飞龙在天 太棒了九弟 没这么简单 怎么说青火鹿也是一阶上等蛮兽 来得正好 好强的破坏力 黄鹿是一阶上的蛮兽 青火鹿的注意力 全在九弟身上 这是绝佳的机会 你终于露出破绽了 这一击定要重创你 我贴了 九弟 你杀死了一头一阶上等蛮兽 不是我 是我们 九弟 我们配合太默契了 真是最佳拍档 那个 九姐 我们该回去了 人差不多都回来了 九王子和九郡主 是不是还没回来 该不会遇到危险了吧 连鬼影兔都不敢杀的废物 最好死在山林 山林保佑尘儿 平安归来 山儿 第一次参加王山寿令 感觉如何 比我想象中轻松 我有信心 在这轮考核中进入前十 周若晨还没回来 看来是没猎到蛮兽 就算他服用天才地宝 短时间内提升力量 终究没有战斗经验 快看 九王子和九郡主回来了 可贤 你来宣布 王山狩猎的成绩 第一名 本王赏他重悬功 诺 本次狩猎 共四十三人参加 两人死亡 九人狩猎失败 共三十二人猎杀到蛮兽 第三十二名 第十四位 六王子张密 猎杀到四头 一阶下等蛮兽 今年的竞争还挺激烈 九弟 您狩猎失败也不算太丢人 第七名灵家 灵宁山 猎杀一头 一阶中等蛮兽 四头一阶下等蛮兽 灵家二小姐 您仅十五岁 就能猎杀一阶中等蛮兽 将来成就不可估量啊 再过两年 估计岁莫考核 就没人能够与她相争了 哼 听到了吗 张若晨 这就是差距 第三名 五王子张明 猎杀四头 一阶中等蛮兽 一头一阶下等蛮兽 第二名 司徒家族 司徒灵江 猎杀五头 一阶中等蛮兽 我居然不是第一名了 怎么可能 第一名 九王子张若晨 猎杀一头一阶上等蛮兽 两头一阶中等蛮兽 哼 他才修炼三个月 这怎么可能 这个九王子有点意思 下一轮考核得稍微用心些了 短短几个月 九王子就要如此成就 太罕见了 隔前 将本王的众玄功取来 本王要亲自交给九儿 且慢 一等上街蛮兽乃是我与九郡主合力猎杀 不能只算我的功劳 父王 这次狩猎女儿遇险 多亏九弟相助 才逃出生天 猎杀上等蛮兽女儿也没出多大力气 九弟才是大功臣呢 嗯 姐弟谦让有爱 本王甚是欣慰 九儿 你来决定 众玄功归谁吧 我擅长用剑 不擅长用功 大王 这众玄功 就请赐给九郡主吧 九弟 你 这是你赢得的 没有你的帮助 我杀不死青火鹿 与九郡主成为盟友 娘亲若在宫中 也会稍微好过些吧 那姐姐就不客气了 下一轮叫场比武 你可要加油 姐姐看好你进入前五名哦 决赛第一场 九郡主张雨昕 对决林家 凌宁山 宁山 本郡主迫不及待 想领教下你的剑随星爪 到底有多强了 贵水如汤 可惜 两人的实力相差太快了 还没完呢 危险 原型破梅 郡主 你败了 九弟 我的修为不比他弱 为何败得这么快 你对剑义的领悟和他有差距 等你修成剑随星走进阶 自然会明白的 九弟 但你上场了 你的对手据说 也能徒手打死蛮兽 你可得加油哦 先前九王子殿下 自称擅长剑法 可我不会用剑 公平起见 我们比试拳脚如何 那就比拳脚吧 白家最擅长拳脚功夫 这不是欺负人吗 就是啊 再说九王子殿下 本来就比他弱了一个境界 杀威权 胜负一分了 你败了 你 你的力量 怎么会那么强 我刚刚可是用了九牛之力 配合人机中品武器啊 那只能说明九牛之力 还不够强 这个九王子 好强的威亚 本王倒要看看 九儿还能带来多少珍惜 九殿下对力量的掌控 精妙绝伦 出掌瞬间带着一股扭力 生生扭断了百万里的手臂 四强比赛第一场 九王子张若晨 凌家凌命山 九王子跟凌命山 是表兄妹 而且九王子从小喜欢凌命山 可凌命山好像对体弱多病的九王子无异 所以逐渐疏远了 这场比赛看点十足啊 好巧 这下有好戏看喽 九弟快看 他在看你 姐姐知道你喜欢宁山 但他不喜欢你 千万别怜香西域 一定要使出全力 我还等着你给我报仇呢 以前表哥对我的追求 只显得愚蠢 这份痴情放在如今的武学奇才身上 倒是值得多加利用 表哥 没想到你修炼速度如此之快 真是不可思议 表哥 我们之间还要战马 你知道钱四强对我来说多么重要 你对我曾经那么痴情 一定会答应的吧 钱四强对我一样重要 这样吧 我可以不用鉴于你一战 既然表哥如此谦练 宁山就剥蟹了 晴云流水 风卷彩云 羽兽云住 彩影 怎么会就崩不下 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凌开不散 没法子躲了 想吃手空决打败我 太真真了 好凶猛的力量 原来九弟一直在隐藏实力啊 快 怎么可能 这小子还真不知道脸香惜玉啊 衣服都被人家撕破了 刚刚开启神武一击 就有如此实力 说不定 九儿拥有媲美妻儿的天赋 一击就赢了神儿 这真的是我那个废物外圣吗 看来是我赢了 表妹 我没败 张若晨 我们继续战 我们实力相差太过悬殊 没有再战的必要 你笑瞧不起人了 我还有杀手剑没用呢 九弟小心 这女神居然偷袭 九王子会死的 九王子又是死在身而偷袭的剑下 人家就完蛋了 祢山 祢山 住手 天心是路 飞龙在天 走 落不开了 这不可能 霓山 霓山 多谢九王子手下留情 霓山 你怎么样 张若晨 今夜你是嫁于我的屈辱 来日 我比加倍够还 下一战 九王子张若晨 对战国师府薛凯 九王子殿下 我们比试剑法如何 好 九弟 接剑 三道兵系名文 三道利系名文 每种机会一到就够了 哪有兴致欣赏宝剑 未免太刺大了吧 抓到你了 九王子被击中了 九弟虽然战斗经验很少 但是今年的像只狐狸 怎么会被这么简单的一招击中呢 真不知道他又在酝酿什么坏主 薛公子再不出权力 怕是要败 居然被废物小看 真是耻辱 哎呀 同样的招数 用多少次都一样无果 你又何必执着 还没完呢 国师府的少爷 也不过如此吧 要狂妄 砍招 中计了 他是在故意消耗我的体力和真气 现在该轮到我进宫了 什么 用心指路 居然 败了 太不可思议了 黄岐金大卫级的武者 居然败给了小鸡尾的武者 这个九王子真是深不可测啊 他竟然也使用天心剑法 难道我们在拍卖场遇到的神秘人就是他 恐怕没那么简单 不要声张 回去之后 从长计一把 九殿下好强啊 这真的还是那个废物王子吗 九殿下的确是个天才 可是决赛要对上司徒家第一高手司徒临江 以他们现在的修为察觉实在不可能赢 那可不一定 天才之所以称为天才 是因为能够创造奇迹哦 最终战九王子张若晨 对司徒家司徒临江 今年的王山狩猎我志在必得 却不料被九王子拔得头筹 我要击败你 夺回属于我的荣耀 搞不好你失去的荣耀会更多呢 多说无意 让我看看你的狂妄的资本 好快 让他逃了 逃 我就叫以退退计 就只有这点能耐吗 什么 接下来这一技 你能抵挡吗 赤火灵蛇 如果被击中 不死也是重生 只能用这一招了 天心见诛 九王子居然硬扛下这一技 太鲁莽了 承儿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灵妃娘娘不必惊狂 九弟的实力不止于此 定无大案 娘娘放心 你不出权力 恐怕难以击败我 本来想对战七王子的时候再全力以赴 既然你不知死魔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 来啦 星星之路 哼 你也没有看起来那么强硬 凌空 愚蠢 人在空中无法接力 一寸长一寸强 我的长枪占尽优势 看你怎么跟我拼 敢伤我 你找死 你说得很对 人在空中无法接力 想得秦美 我怎么可能任人宰割 我折连尽 就等着跟你硬梦硬呢 我王子太惊人了 九王子不会有事吧 这两个任何一个重伤 都会让人惋惜吧 九王子的潜力太惊人 短短时间之内 竟突飞猛进至这般程度 居然跟司徒家第一天才施均力敌 太难以置信了 我早就说过 天才和天才是有区别的 确切地说 九王子应该算天骄 你明察就好 在下佩服之志 九王子日后有机会 可以多留意一下 哼 张若晨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给我多少惊喜 我看 没有再战的必要了 场面上你我失均力敌 但真实实力上的差距 相信你也感觉到了 再战下去 对你没有任何异处 放弃吧 无需多言 再战 草言相劝你却执迷不悟 接下来 你所承受的痛苦 都是自找的 什么 我还没败 还要战吗 那就来吧 南向实地 这力道太过刚芒 难怪他如此自信 神秀了 这是最后一击 天心破霉 可不可能 我败了 司徒临江认输 岁末考核结束 九王子张若晨夺 哇 王族继七王子之后 又出了一个天才 我大云武郡国 振兴有望了 我就说九弟不简单 太好了 成儿赢了 结果如我所料 今后多留意一下九王子 遵命 您慢走 好 不愧是我儿 停止 把冰火麒麟甲 赏给九儿 天赋越高死得越快 王后娘娘是不会让你成长起来的 韩清炉 之后该做什么 不用我多说了吧 属下明白 满神池 在祠堂下方 进入珠皇祠堂 必须叩拜昆仑界的历代大帝和皇者 特别是大威大德女圣皇 池堂 池堂女皇大人 从于天下 威灵八方 青春有助 不死不灭 大胆 九王子 你为何不再会叩拜池堂女皇 我只拜天帝 拜父母 不拜他 池堂 待我修为大成之日 就是我向你复仇之事 他这样桀骜不驯的性格 迟早会害了自己 迟早会害了自己 你们下去修炼吧 切记池中血精之力 十分霸道 坚持不住就立刻离开 不要硬撑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这将是我复仇之路的第一步 等着瞧吧 石瑶 我先来 这将是我超越庄若晨的绝佳机会 这池水蕴藏的能量竟如此凶猛 盲目走向蛮神池深处 定会暴体而亡 快看 庄若晨一定是疯了 狂暴的能量一定会撕碎他 你不自量力自寻死路 怪不得别人 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能亲手击败你 初次进入蛮神池 就在中尉区修炼三天 九王子竟比七王子 当年坚持得更久 必须禀报王后 体质增强不少 该回去冲击皇家境终极位了 我已经突破皇旗境终极了 应该可以打开花圈了 好重 这花圈怕不是有几百斤 给我开 神圣上总会有如此高大的 树 真没见识 居然连撑起昆仑界的神术 揭天神木都不认识 真让本座失望 谁在说话 本座在画里 本座乃屠杀天地之谎 当年犯了点错 被封印在画卷里 现在 只有你能放本座出来 可是我为什么要放你出来 我可以教你修炼时空秘点 你现在打开秘点第二页看看 啊 这里有八种空间明文 学会之后 可以开辟掃进空间 哼哼 你若是能修炼出时间印记 还能让一片空间内的时间停住呢 快放我出来 我教你 就这样放他出来 真的没问题吗 我要怎么才能放你出来 一写让画卷认主 再注入真气 画卷的封印就会解除 本座就能出来了 少年郎 这幅画名叫乾坤神木图 是揭天神木的一片树叶变化而成 一写认主后 它就是你的了 富贵险中求 是什么 差一点就差一点本皇就自由了 十万年了本座终于出来了 所以本座乃是图天杀地之皇 只需要一根爪子就能将你按死 大肥猫 本座刚刚只是试探你的心围 怎么会想杀你呢 你可别乱来 本座刚刚只是试探你的心围 怎么会想杀你呢 你可别乱来 肥猫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臉中好几箭 居然没有受到实质伤害 这肥猫果然不一般 本座有金刚不坏之身 你奈何不了我 不如我们休战好好谈谈 好啊 那我们回去 慢慢谈 我不要回去 果然 我现在是乾坤神木图的主人 只要我一年一动 就能将你收回画卷的世界 你就老实待在画里面吧 我现在没空理你 得出宫去明文公会一趟 明文公会 昆仑界最强大的组织之一 旗下分别有炼丹师 炼器师 御兽师 奇人异士四大盟 那就是九王子的车架 赶车的侍女和韩姑娘给我们的画像 一模一样 等人少些我们再动手 必要在王宫外杀掉她 月儿姐姐 你在路口等我吧 我去明文公会买点东西 好的 求殿下 九弟 你都是武学奇才了 这还来明文公会干什么 考核之后 母妃和我失事 本来想着休息练器 另辟出路 结果这小子怎么也来了 混账 竟然敢无视我 九王子殿下 等一等 相邻是爱公会拜师的 你呢 师妹 你忘了她和清学阁老板娘之间的事了 还是离这种人远点吧 九王子殿下少年英才 怎么会是你说的那种人 师妹 你 八王子殿下 难你有别 请你自重 九王子殿下 你等等我呀 相邻从小就学习明文 也许帮得上九王子殿下的忙哦 我们进去吧 若是能得到高手指点 我就能更快掌握明文刻画方法了 张若晨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嗯 张若晨的车驾 正愁没办法治他 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拜见八王子殿下 本王子要回宫 送我回去 可是 可是这是九王子殿下的车驾 九王子和本王 不都是王子吗 个婢女 也敢违抗本王子的命令 滚开 还不快驾车 得罪了本王子 本王子让你全家生不如死 你 张若晨一定是得了什么宝物才如此厉害 只要我控制住林妃 以她的性命要挟她交出宝物就行 等我成为武道强者 第一个弄死张若晨 然后就将善香林变成我的万物 人来了 我们动手吧 刺杀一位王子 这真是太让人激动了 我贵为王子 居然有人敢刺杀 咱 怎么了 八王子殿下 刚刚发生了什么 您还好吗 八王子殿下 八王子 殿下 啊 两个废物 居然杀错了人 这下麻烦了 八王子被杀 王臣势必震动 再无机会自杀九王子 必须立刻回避王后娘娘 做相义不打算 九王子殿下 你居然现在就要按时接精神力 把佐恩大师都震惊了 太厉害了 哪里哪里 你现在也是佐恩大师的弟子了 好好修炼吧 元儿姐姐去哪儿了 宫会怎么会出现禁卫区 九王子殿下 八王子玉玺身亡 大王召你立即回宫 怎么会 我们之前还见过八王子殿下 元儿姐姐不会不打招呼就离开 八王子与牺牲我 这两件事会不会有关理 希望元儿姐姐平安无事 岂有此理 竟然有人敢在王城 厮杀王族成员 胆子真是不小 大王 这件事会不会和拜月魔教有关 拜月魔教可能借杀死八王子 来试探我国底蕴 说不定大量魔教高手 正准备对我们俊国动手 为了避免大王回到王后头上 只能推给拜月魔教 八王子不可能是为魔教杀死的 他坐着我的车架回宫遇刺 说明杀手的目标本来是我 久而言之有理 魔教行事高调 想要挑衅 想要挑衅王族 绝不是暗杀巴尔这么简单 可前 一定要彻查清楚 各位王子和郡主 最近都留在宫中修炼吧 封印师我只开辟出三十三条筋脉 另外三条轮脉 血里脉 魂脉 怎么都无法开辟出来 开辟出轮脉的武者 修炼一年 皮肤上就会多一层年轮 防御力提升 甚至可以刀枪不入 烈焰难容 血里脉则是传说与血液相连的静脉 魂脉则连接着武者的肉身与灵魂 甚至能让灵魂出窍 目视千里之外 这三条静脉玄之又玄 轮脉是最有可能存在的 或许能开辟成功 本座知道如何修炼轮脉 你把本座放出来 这次绝不骗你 你最好说出点有用的方法 否则你会永远经过在途中 少年狼 你手而勿躁 其实你把自己想象成贴天神木一样的树 数能生成年轮 你就能修炼出轮脉了 原来是这样啊 我懂了 哼 成功了 太好了 突破了黄极精大极位 还修炼出了轮脉 细续修炼一定会比前世更强大 哦 轮脉居然真的存在 我只是随口胡说 没想到他真的炼成了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少年狼 带本座一起出去买个炼气炉吧 本座教你炼制空间戒指如何 带你出去可以 你要是乱跑 我就立刻把你收回画卷里去 炼气炉可不便宜 这次为了突破买了高级弹药 小金库都空了 全天下只有你能炼出空间戒指 到时候拿去卖 你可就发大财了 你这是做什么 你放开本座 本座可不是宠物 本座是图天杀地之魂 这小子我真肥啊 瞎说 明明挺可爱的 他那是丑 和九郡主还有善香灵 这两个王城知名美女同行 这少年什么来头 六兄 这是最近风头大山的九王子 你怎么也不认得 原来是他 他要是修为再高些 我还有点兴趣和他比试比试 柳兄是对香灵姑娘更有兴趣吧 你若是不主动些 他就要变成九王子的女人了 本公子在武士前庄的地位 未必比九王子差多少 想要个女人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这个白痴又中二的出场方式 大概又是那个豪门家的傻儿子吧 香灵姑娘 要不要和本公子一起同游王城啊 九公子 我这样和九王子和九郡主 一起去武士斗场 还是算了吧 哦 九王子殿下也在 施敬施敬 我是武士前庄的少庄主 柳成风 武道宫也属于我家名下 不如一起去吧 武士前庄少庄主 这中二少年来头不小吗 哼 看看他能弄出什么风浪 这就是武士斗场 九王子殿下 该不会也想上台比试吧 上台前要签生死状 九王子若是死在台上 这小子真是又臭屁嘴又碎 字母王城的公子哥都这副德行 叫你认输你不听 连赢七场不也是要死在我的山下 九王子殿下 连黄吉金大圆满的武者 都被轻易杀死 你这样上台比试吗 九弟 我知道拦不住你 但你一定要答应我 遇到不可战胜的敌人 立刻认输 放心吧 我有分寸 诶 这人是谁啊 这么年轻就敢来黄吉武多宫 想出名吧 这种人一个月要死几十个 不急急 正好 你若是死在战台上 云武郡王也无话可说 好家 好时期 第一个来挑战阁下 阁下拔剑吧 你还不值得我 红旺 一字两立 承让了 多谢不杀志恩 一招置敌啊 这个神秘的少年是谁啊 这就是跟我同一天获得神武印记的九王子 这说明我也是神秘眷顾的人 将来定能突然投逆 哈哈哈哈哈哈 本想借机羞辱他 没想到 让这小子出尽了风头 九王子真是天动奇才 九弟这个家伙深不可测 他究竟隐藏了多少力量啊 连胜四场 他每次都是使用一招就将对手击落阵台 这是何等妖孽 他虽未出剑 但每次出手都有剑意之行 看起来他的剑意 已经达到剑随心走之境了 如果能坚持到第八场 我就亲自会会他 九弟竟然一招击败了黄极境大圆满的武者 九殿下碎末考核后 一定要突破了更高境界 天哪 这样的天资太让人心动了 去将韩府叫来 就说本公子用他的时候到了 属下这就去 才十六岁 就有如此境界 绝不能再留他性命 见过九王子殿下 若是待会儿多有得罪 还请殿下见面 有点意思 好快 啊 承让了 多谢九王子殿下手下留情 第八场 就由我来阻止你连胜的步伐 是那个用擅子的家伙 在下薛病生 见过九王子殿下 傅家子弟的登场方式都如此中二吗 九王子殿下 那在薛某面前 你应该拔剑了 若是我觉得你的实力足够强大 自然会拔剑 那殿下可要小心了 死在薛某铁骨上下的强力武者 已经有九位了 来了 九王子殿下最好不要变成第十位 这么说 你是来阻止我成为前十的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 你果然有点实力 值得我初见应对 少信口开河了 我们是放马过来啊 薛病生居然也只能和他打成平手 胜负难料 韩府拜见六公子 不须多礼看好台上那个少年 若是薛病生败了 下一场你去杀了他 韩府一定不让公子失望 就算同归于尽 也会将他杀死 简单几件就击破我的残影了 这家伙实力远在我之上 还有时间慌神 还真是自信 天星破霉 这个臭小子 原来在扮猪吃老虎 亏我还为他担心 父王若是知道了 一定会高兴到宴请群臣 九王子殿下 怎么还在战坛上 他还要战吗 好强的杀气 后面 确实很有实力啊 这样才有杀你的价值 居然是韩府 糟了 九王子 危险 你小子艳福不浅 有两个小美人为你担心 这更让我提起了杀你的兴致 吃我一福 这家伙什么来头 竟然有如此狂暴的力量 他可能我不是普通人类 难道是 九弟 快认输 韩府是个武疯子 和他交手的武者 没有一个能活命 他是柳成风的半人组奴仆 一定会在太阳杀你的 你没必要和疯子拼命 老子 那两个小娘们让你认输 你若是不听 我这谷子 必将你劈成两半 九王子殿下 若是怕死 就早点认输 万一死在战台上 本公子可不好向郡王大人交代 还没有战过 谁死谁生 还说不定 不知天高地厚 韩府 让九王子殿下 见识见识你的力量 别被小瞧了 九王子 好好享受你在人世的最后一刻吧 九王子 好好享受你在人世的最后一刻吧 大块头 想我也体会一下恐惧的滋味 大言不惨 你就只有这种程度吗 用力啊 你要舍得死 我就舍得埋 糟糕 九弟怕是要重伤了 韩府 你就只有这点力道 怎么对得起你半兽人的血统呢 你可太让我失望了 走 走你 看你引以为傲的身躯 能扛我几剑 好小子 你将我重伤 我必须送你去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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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刺碎你 真硬啊 再来 啊 这家伙居然还会狂暴 有意思 启发体内的火石爆血脉后 能爆发出四十九牛的恐怖力量 韩府要发狂了 九弟快认输啊 别拿姓名开玩笑啊 逼得韩府发狂 也算你有本事 可惜你若败了 只有死路一条 问世一计 还想打下一场 不能消耗太多真气 得等他击破防御 放松警惕之时 给他最后一击才行 放高 九弟的防御被击破了 现在 熊猛如我 居然败在了这小子手下 结束了 連半兽人韩府都倒在九王子脚下 这哪是废物啊 简直是天真骄子 太好了 再赢一场 九弟就能成为黄榜舞者了 九王子天下太厉害了 我要嫁给他 废物 真是废物中的废物 连个颓废多年的九王子都杀不了 还得本公子亲自出手才行 九王子张若晨已胜九场 战胜一场 紧急成为黄榜舞者 有意挑战的舞者请上台 我来领教一下九王子殿下的武技 九王子 你的确是位棋子 可是现在的你绝对无法战胜我 趁早认输吧 若是输得太难看 就不好了 他体内的真气 远比我充足 一定要速战速决 那就试试 不见棺材不落内 试试力道 很难想象你这么点伎俩 能赢得了韩府 有点失望 我决定速战速决了 听说你擅长用剑 巧了 多有金鱼剑法 九星剑法 就此夺剑气 想要躲开就只能靠这一招了 眼脉开 开着眼脉 躲开这些剑气简直是轻而易举 你只有这种程度吗 休得狂妄 速度迷此便快了 你过来还是太慢了 这么近的距离 你应该躲不开大范围攻击吧 就死吧 九弟 蒋王子殿下 香菱姑娘 你看见了吗 你口中所谓的天才 在我面前不堪一击 你确定 他是你想要依附的那个人吗 浓烟之下 你已陷入被队 你无法捕捉我的身影 而对于开启了眼脉的我来说 神是绝佳的进攻环境 什么 你无法捕捉我的身影 而对于开启了眼脉的我来说 神是绝佳的进攻环境 什么 速度竟如此之快 看招 看招 竟然伤到我 怎么可能 凤雷 去死吧 你的真气终于要耗尽了吗 你也应该所剩无几了吧 开什么玩笑 我堂堂武士前庄少主 会被你逼到真气厚尽 下一招 我要你的命 看你这样乱废 越来越有丧家之犬的模样呢 没空跟你废话 几招吧 流星三散 禁止路 绝佳 他们好像都在拼命 黄极尖大元满武者间的对决 还是也没有这般破坏力吧 星辉来了 你兵器被我打掉了 还怎么跟我斗 你 哼 少主阁下 看来是我赢了 不愧是我弟弟 疲刺就冲到了黄榜武者的行列 玩还是太冲动 将他抬下去养伤吧 九王子的实力出人意料 若是成长起来 倒是可以牵制七王子 必要时候可以帮九王子一把 他们两败俱伤 才是我们武士钱庄 明文工会和黑士最希望的局面 第一次挑战就成为了黄榜武者 太不可思议了 皇家真是人才辈出 不知道他和七王子谁更有天赋 恭喜九王子殿下成为黄榜武者 奖励的十万枚银币会存进你的卡里 真可悲啊 武者们偏上性命想要得到的 就是这个破牌子 九弟 什么 不是吧 九王子殿下 你真是太厉害了 九弟 我已经派人传消息回去 父王和凌妃娘娘一定很高兴 九姐 善姑娘 太紧了 我喘不过气 身边果然都是没你环绕啊 凌家大小姐还真是不知好歹啊 居然狠心抛弃九王子 成了黄榜武者 还可以再去一次蛮神池 我真羡慕你 真的吗 那我们赶快回宫吧 九二 告诉本王 你一共开辟出了多少条金脉 本王不会过问你有何其余 但你要学会隐藏 冰火麒麟甲能隐藏金脉数量 记得穿上 这是一枚四品硬体丹药 麒麟丹 等到你去蛮神池修炼在府下 借助血精之力烈化 九二 你要记住 生在帝王家 若是你不够优秀 就会被淘汰 我明白 好一个九王子 居然成了黄榜武者 再放任他成长那还得了 王后娘娘的意思是 青鲁 你已经突破玄疾境了吧 不惜一切代价 一个月内我要看到他的向上人头 若他一个月之内都不离开王宫怎么办 本宫说了 不惜一切代价 首先明白 把你扼杀在萌芽中 看你这个天才如何大器万成 啊 老夫刚回来 就听说郡国里出了位大器万成的武学奇才 正是老夫的外孙张若晨 凤贤哪 三年前的事也该算了吧 找机会去和兰二道个妾 毕竟你们是亲兄妹 忘记尘儿和宁山 当年郡王不是还要给他们定亲来着 怎么都不说话 发生什么事了 父亲 几个月前 四妹带着酒店下回来想修复关系 却被大哥狠狠羞辱赶了出去 大哥做的实在太过火了 那可是我们的亲人 都不能那么对他们 你这个混账东西 伴随老夫进宫 给你妹妹和尘儿赔罪 父亲 我作为家主 第一番下次的去请求妹妹原谅 未免太丢我邻家迎面了 邻家的颜面 你还有脸提起 你知不知道你的固执 可能使我邻家前途尽毁 何必要第三下四的去给他们赔罪 七王子殿下派我回来解决一些麻烦 比如我那位表弟 七王子殿下派你回来除掉旧王子 那可是你的表弟 那又如何 主人要他死 他必须死 爷爷 也怪孙儿没提醒你 若是站错了队 等主人修为再突破 想毁掉邻家 也是轻而易举 对了 在我的苦苦哀求下 主人已经答应去宁山做小妾 邻家将飞黄腾达 这个逆子 二哥 父亲的愤怒全都转移到了大哥和陈玉身上 应该不会切怒于我们两个了吧 应该不会了 奉献 七王子与宁山订婚 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 这是陈玉和宁山的意思 我们靠上七皇子这棵大树 对邻家也大有好处 我怎么觉得更像是整个邻家 都变成了七王子的奴才 整整七日 七灵丹才被完全领化 南神池中容和有祭祀的礼道 说不定 能够帮助我参舞出血灵脉 和魂脉 成功了 到达黄极境大圆满 开辟出了三十六条经脉 这就是魂脉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这小子居然能灵魂出窍 骗人的吧 那可是天机境大圆满的物者才能做到的 这个灵魂的强度 居然已经成为了武魂 加以修炼便可借天地灵气 向敌人发起攻击 此况这可是珍贵的时空武魂 加以十日 足以开辟空间领域 利用时空的力量迎敌 经过长久的修炼 这小子真的有可能不限接近那个人 小屁 你还有心情在这儿练场 你知不知道 林宁山和七哥订婚了 与我何干 九姐竟然来了 不如再陪我去一趟黄极武斗宫 又去 听说你在蛮神池修炼了二十四天 难道你突破了 在蛮神池修炼的时候 你不小心突破了 九弟 我们现在就去 快让我开开眼 姐 你让我换件衣服啊 姐姐 你终于被我抓到机会了 这次你可不会再那么好硬 咱们围了这么多人啊 发生什么事了 听说今天来了个夺命剑客 无论男女都把对手一箭断头 这是第八个了 更可怕的是他好像只有十五岁 哼 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 我命剑客嘛 原来是个小崽子 我韩府来会会你 不知 好快的剑 九弟 他真的一招就杀死了韩府 他天赋一柄 剑气随心 剑意的境界 已达到随心中间 其中还蕴含了杀气 他似乎不是纯粹的人族 而是魔狼半人族 看他的耳朵和红眼睛 好吓人啊 九弟 若你对上他 能接住他一箭吗 若是一个月前还真不好说 现在呢 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有你这么个弟弟 真是让人又惊又喜 表弟 三年不见了 真是让表哥 十分想念啊 这阴阳人 就是我传说中被七王子废掉的表哥 的确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会在黄鸡武斗场中遇到 我 妖娆的表姐 妖娆的 这小子居然公然调侃我的缺陷 你简直太不把我放在眼里 对了 这个少年阿勒真的连斩十人 林小姐 我完成了对你的承诺 连英时长未尝一败 阿勒 以你的能力 肯定有很多大势力拉拢 何必留在林家做一个下人 我只愿永远守护在林小姐的身旁 别捂她巧 如果不是看你还有点用处 一个半人族奴隶也敢觊予我 恶心 表哥 你能接住阿勒几件呢 这你就多事了 有人愿意守护你 便好好珍惜吧 九弟 抬上多加小心 他已经成为黄宝武者了 怎么又登上了战台 难道 有点意思 若是让阿勒直接在战台上杀了他也不错 快看 是九王子 他又来了 他如果想赚到更多银币 可就要战胜十位黄宝武者才行 不可能吧 王族不至于为了点银币 以性命降伯 况且云武军国从没有人能连胜十位黄宝武者 上一次是你运气好 才侥幸胜了我 这一次 你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刘公子如果坚持要第一个挑战我 那就来吧 与我交手 你不用剑 不用 你不配 你竟敢藐视本公子 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吧 星火流营 我的手 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不可能 这么多时间 你 你的行为 怎么变成了这么多 为何如此执着于胜负 你老老实实当个副家子弟不好吗 何必出来丢人呢 我杀了你 刘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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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真是有很大区别 我等着你的挑战 莫胜者张若晨 张若晨两连胜 张若晨三连胜 张若晨四连胜 五连胜 六连胜 七连胜 这王子殿下这也太可怕了 是啊 连被七位皇宝舞者 而且全部都是一招击败 这才过了一个多月 五学七才果然不能用常理看待 这王子太帅了 若是能够嫁给他 就算少活失念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 曾经被冷嘲热讽的废物 书经已重生为一个 让所有人都仰视的天之骄子了 作为姐姐的我太骄傲了 该死 又让他出尽了风头 阿乐 该你出手了 干掉这个羞辱过我的人 遵命 接下来这场对决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夺命剑客阿乐 向王族天才王子 张若晨 发起挑战 你的确很强 不幸的是你得罪了林小姐 我必须要你的命 你的剑法有致命破绽 绝不可能胜过我 甚至可能会死 认输吧 谁死谁活 只有战过才知道 你修炼的是禁忌武技 杀生剑术 虽然威力强大 但每处一剑 都会对身体造成巨大伤害 你既知道 也该明白它的厉害 同境界没人挡得住我的一剑 你修炼的杀生剑术并不完整 你若不肯认输 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强吧 话太多了 阿乐 快出手 眼脉开 射得远剩我大伤 其他的人大伤 不是我的硬变果 真的是个不错的赔练 你还有心情笑 以为我就这点能耐吗 完全看不清洞果 这种速度 真的是黄金剑术并 真是太快了 我也只能看到残影啊 一个天才剑客 为了我 要死在另一个天才剑客的手中 这种小空派人的感觉 只是猛要极了 只为了 这个少年阿乐真的连斩十人 林小姐 我完成了对你的承诺 连英十场未成一败 阿乐 以你的能力 肯定有很多大势力拉拢 何必留在林家做一个下人 我只愿有人守护在林小姐的身旁 别捂她巧 如果不是看你还有点用处 一个半人族奴隶 也敢觊予我 恶心 表哥 你能接住阿乐几件呢 这你就多事了 有人愿意守护你 便好好珍惜吧 九弟 台上多加小心 他已经成为黄宝武者了 怎么又都上了战台 难道 有点意思 若是让阿乐 直接在战台上杀了他也不错 快看 是九王子 他又来了 他如果想赚到更多银币 可就要战胜十位黄宝武者才行 不可能吧 黄宝不至于为了点银币 以性命将博安 况且云武军国从没有人能连上十位黄宝武者 上一次是你运气好 才侥幸胜了我 这一次你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有公子如果坚持要第一个挑战我 那就来吧 与我交手 你不用剑 不用 你不配 岂敢藐视本公子 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吧 星火流营 我的手 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不可能 这么多时间 你 你的修为怎么变成了这么多 为何如此执着于胜负 你老老实实当个副驾子弟不好吗 何必出来丢人呢 我杀了你 不救南强心不死 好紧不送 我这个弟弟啊 出手真是没情没重 之前对自己表妹也是阴头痛击 害得人家大庭广众丢尽了人 太不动怜香惜玉了 该死的九郡主 竟当着我的面行灾乐祸 片刻之后张若晨将倒在阿乐的剑下 我居然就败了 张若晨 你等着 我会好好修炼 再挑战你 你跟那些纹固子弟 还真是有很大区别 我等着你的挑战 获胜者张若晨 张若晨两连胜 张若晨三连胜 张若晨四连胜 五连胜 六连胜 七连胜 九王子殿下 这也太可怕了 是啊 连被七位皇宝舞者 而且全部都是一招击败 这才过了一个多月 五学奇才 果然不能用常理看待 这王子太帅了 若晨是能够嫁给他 就算少过失念 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 曾经被冷嘲射讽的废物 书晨已重生为一个 让所有人都仰视得天之骄词了 作为姐姐的我 太骄傲了 该死了 又让他出尽了风头 阿乐 该你出手了 干掉这个羞辱过我的人 遵命 接下来这场对决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夺命剑客阿乐 向王族天才王子张若晨 发起挑战 你的确很强 不幸的是你得罪了林小姐 我必须要你的命 你的剑法有致命破绽 绝不可能胜过我 甚至可能会死 认输吧 谁死谁活 只有战果才知道 你修炼的是禁忌武技 杀生剑术 虽然威力强大 但每处一剑 都会对身体造成巨大伤害 你既知道 也该明白它的厉害 同境界没人挡得住我的一剑 你修炼的杀生剑术并不完整 你若不肯认输 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强吧 话太多了 阿乐 快出手 眼脉开 射队远剩我大手 你还对你的大伤害生物的硬并 真的是个不错的回恋 你还有心情笑 以为我就这点能耐吗 完全看不清动作 这种速度 真的是黄金巨无热吗 真是太快了 我也只能看到蓝颖 一个天才剑客 为了我 要死在另一个天才剑客的手中 这种角控胎颖的感觉 真是没有极了 认输吧 继续下去 你会因体力不支 倒在我的剑下 你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 竟会认为我体力不如你 我要让你见识一下 我狼人族的可怕之处 有什么杀手锏 都亮出来吧 不然我怕你没机会用 那你可别后悔 九弟 九七沙塔只能趁现在 等他唤醒了狼族血脉就糟糕了 放心吧姐姐 小狼崽子而已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你 你说谁小狼崽子 张若晨 你我青梅竹马 如果不是你羞辱我在前 我也不会偷下杀手 怪只怪你太过鲁莽 现在 你是个值得我认真的对手 要战便战无需多言 什么 好快 躲开了 天心见诸 我饿了 看你哪里逃 要是我根本就没想躲呢 这个什么剑客 应该没有其他底牌了吧 真该死 没想到阿拉居然也是个废物 这都没法杀了张若晨 九王子太强了 夺命剑客都败在了他手下 如今统灵天才中 能战胜他的人 大概只有七王子了 你为何不杀我 我只杀该杀之人 你不是 我欠你一条命 今后一定会还你 打 给我狠狠地打 打断他的手脚 气死本小姐了 什么狗屁剑客 连张若晨都杀不掉 本小姐真不敢收留你这个没用的奴隶 真是越想越紧 杀了他 林小姐 我这条亲密 就赔给你了 再见了 他身受重伤 手脚接断 肯定救不回了 九弟 他的主人都不管他 我们何必要管 我们若是不管 他就真死定了 派两个人将他送回王宫吧 有些事 意外难料 能不能活命 就看他的意志 九王子的车架 一定不会错的 死吧 杰贵 又让这该死的九王子给逃了 谁这么大手笔 能让玄机镜的杀手亲自出手 真是我的荣幸 是你 莫要慌张 我们对杀你没有兴趣 我们只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幕后的厨师者 又是谁 两个黄机镜的小屁孩 居然把杀我说得惹此轻松 真是当言不惭 九弟小心 黄机镜舞者 还真是容易被小瞧啊 以为我连这点伎俩都挡不住吗 你这种从事 还真的不值得我认真 糟糕 九弟小心 好家伙 蜘蛛怪 旋机镜高手的冲击力 果然比黄机镜来得凶猛 你以为我是柳辰风那种货子吗 这是 齐天大圣 救救我弟弟吧 太弱了 下次再刺杀我 一定派得强一点 你这种层次 你念度不够可 玄机镜 不够如此 他不够黄机镜的修为 实力怎么如此强横 走你 九弟呀 玄家好歹是个女人 你都不懂连香西域 静下如此毒手 女杀手 不算女人 你小子的嘴上功夫 比你的实力还要强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到底是谁要杀我 说 此杀已经失败 先跑再说吧 到底还是黄机镜 战斗精英不足 九王子的战斗力 堪必玄机镜 诸七五成 我必须逃出去 禀告王后明明 血气沸腾之后 速度果然不是一般的快 到底是玄机镜 他才黄机镜大圆满的修为 速度怎会如此之快 跑不掉了 你放弃吗 这小子不敢速度气快 而且体力惊人 继续下去 恐怕我会被他生气 元气 一门死挣扎罢了 赤相 我恐怕连逃跑的机会 他都没有了 晚暗器 你有 我也有 看我用钱砸死你 动不了了吗 到底是谁要杀的 先看看他的真面吧 老是躺着 不可好吗 真是敬酒不是吃罚酒 看来只能强行让你招供了 我既然来刺杀你 就一定不会被你抓到把柄 毒药 今天你杀掉了 以后也会有别人 杀死你 这是何必呢 九弟 怎么样了 女刺客呢 死了 他吃了毒丸 毁尸灭迹 我很好奇 到底是谁能训练出 如此忠心的杀手 好奇也得有线索 才能抓住他的主子呀 现在他人间蒸发了 你还有什么办法呀 我有一侧也许可行 不过为了引蛇出洞 找出幕后主使 还得麻烦九姐 陪我演出戏 演戏啊 青罗刺杀区区九王子 居然这么久还没回来复命 难不成 出了什么意外 其中定有蹊跷 娘娘大事不好 光什么 什么事 快说 舅郡主说 韩青罗行刺失败 被抓住押去天牢 九王子重伤昏迷前 还看到了韩青罗的真面目 什么 韩青罗失败 还被抓入天牢 不行 大王知道青罗是我的提神侍女 如果他去天牢认出了他 赵琳 本后要你不惜一切代价 赶在大王之前闯进天牢救出青罗 若是不行 就杀了他灰尸灭尽 弟子明白 还有 九王子见过青罗的真面目 等他醒来 本后会让你的两个师妹去除掉他 让他永远也醒不来 你们四个是我的心腹我的戾气 只要有你们在 并无人能撼动我在朝中的地位 不要让我失望啊 皇后放心 赵琳 定不负皇后嘱托 陈玉啊 关于宁山和妻儿的婚事 就这么定了吧 大婚的具体事宜 就全权由你负责 多谢皇后娘娘恩典 娘娘 不好了 三大弟子遭到京军围攻不敌 全都服毒自尽了 这 怎么可能 全 全都服毒自尽 好你个张若晨 我真是太想瞧你了 那几位死士都服毒自杀了 没留下任何线索 九弟 这可怎么办 却捷约的此事也有地积进修为 看来她的主人必定不简单 尽早得知王后身边四位侍女 皆因犯错被她赐死 应该就是那四位女刺客 看来几次三番想杀我的人 就是王后 九弟 昨天送回来的那个夺命剑客 已经醒了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她 是吗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她 我现在远不是王后的对手 还是抓紧修炼 从长计一把 殿下 暗乐的伤势已痊愈 断掉的筋骨 也都已揭好 可是她却整天失魂落魄 不言不语 像傻了一样 哼 心病难医 能不能走出困境 只能看她自己的意志 你还有闲暇替他人担忧 也不想想自己的处境 这些天 她一直就像这样在地上画人像 她画的该不会是 灵灵有伤 你的剑呢 我静脉一段 提不起剑了 静脉断了 神也废了 既然是废人 还哪来的力气在这里画人像 为了一个女人变成这样 看来我以前高估你了 她没有把你当人 你却把她当神 自甘堕落 连废物都不如 你干什么 说不是欠你两条妙 我现在就杀了你 就凭你这废物 再修炼十年 也不是我的对手 不是废物 不是废物 废物就是废物 怎么救了你这么个废物 你闭嘴 我可救药 千狗一个 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皇做我一次对手 殿下 阿乐 莫皇 九弟这是想把阿乐打醒 不打了 怎么 还想继续做废人 我是一个剑客 不是废人 我想通了 谢谢你 不用谢我 你能想通 却靠自己的意志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经脉一断 就无法跨入玄机甲 但我要想办法 寻找续继经脉的灵药 我这里有卷功法 反倒是经脉禁断之人 才能修炼 你若是毅力够强 或许能将这奇特功法 修炼成功 我愿意 恩空 受阿乐一败 我虽然向恩空三条命 今后又用到我之处 刀山火海 也在所不辞 云二会照顾好你的起居 好好修炼吧 九弟啊 你一直都没去过王族练武场吧 今天就陪姐姐一起去修炼吧 好好好 姐 你轻点 太紧了 大王 我离朝的初念无法成为雄鹰 是否该考虑让九殿下出宫拜师求学的事情了 的确 九儿若是能快些突破玄极境 说不定能赶上今年云台宗府的招生时间 老奴觉得不妥 七殿下已经拜入云台宗府 九殿下若是也去 未必是件好事啊 言之有理 武士前庄的庄主柳传神倒是和我提过 想推荐九儿去武士学宫修炼 武士学宫 那里招收天魔领四方郡国的弟子 比云台宗府更上一筹 不过入学考试要苛刻许多 本王倒是觉得九儿有九成机会 能够通过武士学宫的考试 这些人看起来挺强的 云武俊国虽是边陲小邦 皇族中确实人才极紧啊 没想到盖世七才九王子 会为这种小场面惊讶 九姐取笑我啊 我虽是王子却并没有见过很多世面 当时见多识广的你 修炼服有很多种 你却偏偏挑中了女刺客同款 哼 说你相伴老都抬举你了 你不觉得这件衣服又实用又萨吗 还显得姐姐我艳丽动人 听说九弟在擂台连胜十位黄榜武者 现在是黄榜第一人 怎么又是六皇子这个大冤冲 你的力量到底到达什么程度 能不能让我们开开眼 不知以九弟的实力 与玄极境五者比起来 谁会更强 九弟啊 就让三哥来领教领教你的高招吧 就让三哥来领教领教你的高招吧 顺便让各位兄弟姐妹 现实一下你的无上风采 三哥 你已是极玄境中旗 九弟才打的黄极境大圆满 这样的比试 是否有些不公平 皇族子弟中 大概就只有我这个傻姐姐 把我当亲人吧 九妹这话说的 九弟败给自己的兄长 难道不也算是一种历练吗 三皇子殿下 说得好 九弟 你莫非是害怕会输 才不敢应战 还是说 你根本就瞧不起三殿下 这对冤种兄们还真是讨人厌 这里可是王族练无常 你们怎么能进来 凤王后娘娘之命 今后我们也可以到王族练武场修炼武计 顺便与各位王子郡主殿下切磋 只怕有些人骑上了枝头也变不成凤凰呀 你觉得呢 宁珊妹妹 该死的张雨昕 屡次如我 定要找个机会好好修理你 九弟 你到底是不敢与本王子交手 还是说 你根本就瞧不起我这个三哥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那我就与三哥切磋一下吧 九弟 你可别第一招 就败在我手中啊 九弟 来了 牛战拳 想靠力量你压我吗 速得很快 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跟我抗衡吗 抗衡 你在看你能不能击中我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这速度又有何用 哦 麻烦三哥让我健身一下绝对力量 哼 九弟 我的蛮牛战拳修炼到了第九层 八十一牛的力量 你接得中吗 哼 无空了 这下看你怎么躲 九弟 对三王子正面击中 这下不死也是狼狈不堪 无趣啊 看来你引以为豪的速度 我并不能帮你周全 是吗 一向奔若掌 牛战拳 这就是玄机进中期的舞者的实力 现在刚刚开始 血气如虎 玄机进中期 全是难得的极品陪练 这种机会 我定要好好把握 三哥怒了 小九儿要遭殃了 是啊 我们有好戏看了 空光颜色很淡 看来他刚打到玄机镜中期 九弟应该能应付得了 你以为躲开我的钱就安全了吗 这就是黄榜第一武学奇才的实力 也不过如此 只靠拳风就能将我击飞 这家伙的力量不如小事 他这事 我相信 全可是百牛之力 九弟 你还接得住吗 九弟 郡主大人为何如此慌张 亲爱的弟弟被人击败 让你心疼了吗 这个冤种真是凡人 让人厌烦 他居然没事 还想借助熔岩来攻击我 用这种小伎俩就想击败我 太天真了 你和我还差着级别呢 没有烟雾的折打 你还打算躲到哪里去 玄机镜中期的武者 果然不容小觑 三皇子在其中 应该还算是比较弱呢 三王子虽然是个草包 但修为不差 张若晨看来是要输了 张若晨的修为 比我想象中强大得多 三皇子奈何不了他 怎么会 他明明被打得只能后退 连挥手之力都没有 你看他踩过的地面 他把力量都卸到了地下 看似狼狈 实则毫发无伤 还得谢谢三皇子这个蠢货 帮我们试探出张若晨的真实实 继续跟三个号下去 恐怕会对九弟不利 九弟 你的修为不如三哥 不要和他拼蛮力 接见 本来还想继续和他练练长法吧 既然如此 那就提前结束吧 天心之路 再怎么强 你是个皇级进武者 没可能赢我 三哥 你败 轻描淡写的两剑 就将三皇子击败 这等天赋 如果让他再成长 将来必成大患 三王子这个废物 非但没有让张若晨丢脸 反而又让他出尽风头 真该死 这臭小子明明是完善的局面 非要让人提心吊胆 当他的姐姐真是操心 我懂了 九哥肯定一直绕着三哥 应该是故意隐藏实力了 要不然 你九哥的实力 早就将三哥击败了 我不服 九弟 我们再战一场 你别走 我还没输 不用再比了 谁输谁赢真的那么重要吗 天下哪有稳赢的战斗 多谢九姐的剑 九弟 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你能稳赢三哥 害我白担心这么久 姐 我也就玩玩 不用担心的 既然这样亲亲我我 真让人不爽 九郡主 听闻你达到了 渐随心走的境界 宁山一时寄养 想与你切磋一番 不知九郡主 意下如何 好啊 上次败给你 我可一直耿耿于怀 本郡主早就想和你再战一次 既然来到王族五场 我们就比个高低 那就有劳郡主大人赐教了 主信名闻激活 九郡主的剑法比岁末考核时精进无不少 可惜还远远不够 我抓到你了 这怎么可能 打手 跟上次一样 还是我赢了 九郡主被称为天之娇女 怎么连剑都拿不稳 太让人失望了 看来我们之间的差距 真是越来越大 宁宁山 你存心羞辱本郡主 不敢 宁山不敢羞辱郡主殿下 只是没想到郡主殿下的剑法这么差劲罢了 你放肆 宁宁山 你的修为比九姐高出一个境界 赢了就能证明你比她优秀吗 别幼稚了 九弟 你敢说我幼稚 所有人都看见我一剑击败了九郡主 她的实力本来就不配与我齐名 既然如此 那就一个月后再战一次 你若还能击败九姐 我就向你道歉 九弟 难道真的要因为我 害得九弟向那个小金人低头认错 好 张若晨 记住你的话 本小姐可是很期待一位天才 向我低头认错 若是你败了 就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 向九姐道歉 我答应你 道歉 你想得太简单了 将你踩在地上羞辱 比杀了你还让我兴奋 张若晨不是简单角色 敢放狠话 应该有一定的把握 宁山 你最好还是小心些 哥 你多虑了 有你从银台宗府带回来的运气耀艳 一个月后 我肯定能达到大级位 九郡主不可能赢我 你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达到黄极境大圆满 到时 我给你一枚悬血丹 助你一举突破悬极境 以你的天赋 悬极境后 考入云台宗府不是难事 九郡主 不过是你的垫脚石 至于张若晨 他敢和王后娘娘作对 注定活不长 不过在那之前 我定要好好羞辱他一番 九弟 冥冥山大概是服用了什么秘药 修为突飞猛进 一个月后 只会更加可怕 我几乎不可能赢他 你太冒失了 九姐 你还信不过我 你忘了我在半年内 就修炼到黄极境大圆满了吗 对啊九弟 你到底得了什么奇遇 还是不要说了 毕竟 那是你的秘密 无妨 九姐你修炼的是 灵极下品的功法 牵水绝对吧 我们王族 能够独占三卷完整的 灵极功法 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我又有什么挑选的余地呢 我又有什么挑选的余地呢 我可以传给九姐一种 鬼极下品的功法 鬼极下 下品 九弟 你哪来得如此逆天的秘籍 就算是云台宗府的最强功法 据说也只是鬼极下品 我要传给你的功法 名叫天河玉京 一共分为七重 你若是修炼成第一重 就能达到黄极境大圆满 九弟 你放心 就算是娘亲和父皇问起 我也不会吐炉半字 现在你可以将之前修炼的功法 转化为天河玉京 一旦转化成功 体内真气质量 必定大胀 可以借此突破到大级位 九弟 你连天河玉京这样的无价之宝 都传给了姐姐 你说 姐姐该怎么谢你呢 九姐 我们是亲姐弟 何必沿线 你若不是我的弟弟 我肯定以身相许了 九姐 你 你别瞎闹 不逗你了 我回去修炼了 一个月之后 绝对会战胜林宁山 不辜负九弟一片苦心 我要让林宁山 后悔错过了你这个天宗奇才 就快了 这小子的真气池 应该快要修炼满了 不知道能不能到达无上寂静 现在可以爆发出九十九牛的力量 距离无上寂静的百牛之力 只差一点点 虽然只差一牛之力 但达到无上寂静 引来远古诸神的神力共鸣 好处无法想象 可惜了 未必没有机会 我若是将龙象搬弱者 修炼到第三场 武体足够强大 未必不能爆发出百牛之力 对啊 刚刚你施展的只是人机功法 自然无法发挥出全部力量 皇宫中居数太多 无法畅快练成 否则我也不会至今没有修炼成第三场 但是出宫就会碰上王后派出的杀手 有了 不用出宫去王山和蛮兽战斗 也未尝不可 就这么定了 这小子是疯了吗 打算以命相破啊 我的速度比不上银龙诗 如果不能找到机会 用力量压制他 就必死无疑 现在就是好机会 想实地 还没完呢 将军 我们要不要去协助九王子 君王有令 除非九王子遇到生命危险 否则不可打扰九王子休息 高级蛮兽 也要靠装死这种卑劣的手段苟且偷生吗 以我现在的实力 遇上玄机精后期的武者 至少也能与他们斗一斗了 现在就能杀死鹰龙诗 九王子殿下将来的境界 真是不可估量 来人 把尸体收走换成银币 送到他府上吧 龙象奔若掌 第三掌 龙象归田 将军 这是 诸神显圣 众神跪拜 这就是诸神共鸣吗 即便是上一世的梦 也不曾经历过 苍天夜象 老奴从未得见 不知大王可曾见过 不虽为亲眼得见 但从古书典籍的描述中 这种天象应该是 诸神共鸣 达到无上捷径 果然会引来诸神共鸣 我终于踏出了成为强者的第一步 如此精纯的能量 即便是身为冥帝之子的 我也从未见过 若能彻底炼化 诸神共鸣的能量 一定能一举 突破旋即进 我迫不及待想要施展一下 这种力量了 事外重大 我必须马上陪包大王 你们继续保卫九王子 不得审自离开 河谦 你没看错 确定是九儿 引来了诸神不明 臣亲眼得见 绝无虚言 嗯 你现在就随我去王山 找到九儿 一探究竟 臣领命 此事必须封口 从明天起 你和那几位军士 去看守天子山祖庙 永世不得离开祖庙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